我们现在要谈谈有关于环境跟永续竞争力的做法了 那这个这本书啊这是我曾经拿来当成教会书来 就是他我觉得他他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一开始他就提到这个东西 一定要把环境当成是你的一个problem 不要把他当成就我刚提到说他只不过是你的附加的 或者说是跟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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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核心业务 所以我们到后来只要花钱把它处理掉就完了 那个是太消极太被动了 那么这个是毫不管理学院的一个教授教的方法 所有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在我们传统的企业管理里面看到的方法 所以你不管说是你用产品的差异性就管理你的竞争者 然后那么降低成本重新定义市场 还有你的风险管理等等 因为环境这个议题 它跟其他的这些这些议题很类似的 基本上都会有同样的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这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我们可以谈 当然产品的差异性我想就不用谈了 那我们只要谈这个就是这个hybrid hybrid的车子跟 那么我前一阵子在看车 那么因为我的那个车子已经是开了是哪一年 我那年1999年到南华去 所以到现在我已经是多少年 所以已经是十二三年 十三年 所以那一部车是我去南华的时候 然后我买的车 所以我从新竹通车 然后到后来开了十三年 然后跑了二十六万多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可以了 所以我在那里看车 但是我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要说 我要买一个省油的车 这个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讲说 我一定要买一个 就是它基本上不会太耗油干嘛 一开始我看的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车 我那时候就跟我太太讲说 那个Occis好像不错 因为它很省 虽然小了一点 对我这种大块头的人实在是有点困难 不过 但是因为它很省 我觉得蛮好的 后来我太太跟我讲了一点 就让我到来就改了 他说小归小 这是效能归小能 但是安全性 他说我们两个都已经超过五岁了 最后那么可能安全性 人家要留意 不过我想这里面就有 他已经困有一个所谓的环保差异性 你不搬水 这是那种搬到油 那种油车 那么这个是我也去看的那个所谓的Luxagen 大是大 漂亮是漂亮 然后里头一大堆的非常非常fancy的这些电子的东西 就一问那个好友 吓死我了 大概是五还是六左右而已 我开玩笑 这我根本就不可能去买 所以大概可以 就是说它有这种环保接的族群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有一帮 像我们这种人不能称为叫做绿色消费者 我们平安讲 仍然是一种成本考量者 就是你不要太贵 然后那么环保系又有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会就买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环保差异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 越来越重要 管理竞争者呢 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的例子 那么他呢 他主要主要是干嘛 他主要是跟法令有关系 好 他主要是跟法令有关系 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那个时候 当我们谈到那个所谓的CFC 福利参化物 那个时候 杜邦那个时候 刚开始生产出来的时候 哇 那个是一时之间 那个是真的是 你这个到后来 卖到缺货 后来结果发现说 他产生臭氧生破坏之后呢 后来结果到后来 法令就开始 什么蒙特罗公约要干嘛 然后到后来 议定书 然后到后来就是 开始要所谓的face out 要到后来减少产生 然后到后来最后要全面的态患 结果那个时候呢 那么 这个杜邦呢 结果就 开始 一开始他有 面临到一些所谓的竞争者 所以 那么 后来结果他们 就在这个异地上头 所以他们到后来就是跟 就是 去了解到法令的这个部分 然后透过法令 然后到后来 他们在这这波里面 然后来 他们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损失太大 所以 所以呢 那么这里面就是 有 就是 主要是跟法令有关系的一些议题 那么他可以去透过 join那个法令里头 那么 因此很多人就在讲说是 就是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就是说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不是 坐在 这个吃饭桌 一起在用餐的话 那你可能就 在那个menu里头去了 意思就是说是 你如果没有参与到一些 很多议题的讨论的时候 可能我们到后来 我们就是 变成是我们 当成是一个followers 其实我们在 在台湾有很多议题上面 我们通常都 都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台湾的 这种处境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议题上头 理论上我们应该要有发声权 譬如说我们在很多电子产品的一些 议题上面 这是他们的一些要制定一些的 跟一些消费性产品等等 电脑啊 规格等等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 这个bogging里头 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 人家制定出来什么东西 到后来我们只好就follow 同样的跟一些环保性的议题 譬如说我们ISO里面的 有很多的 什么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 这个跟碳相关的 跟环境相关的议题 很多的ISO的这一些的 标准 我们到后来基本上 也没有太大的智慧的约理 所以我们到后来之后 标准定了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大家赶快 拼命努力去follow 所以这里面就是 所以这里面主要是跟法令有关系 成本我想就不用谈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重新定义市场 这里面有一个很 目前也蛮新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也是我们这几年 在那个国会的那个计划里面 我们有在做一个 它叫做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 PSS的概念 它叫做product service system 它的意思呢 主要就是提到说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产品 传统的产品呢 我们企业生产出来产品之后 我们希望的是 消费者能够多买 当我们卖的越多 我们理论上 我们就会赚的越多 我们透过那个 这个所谓的cost跟price cost是这个 我们所付出来的这个钱 然后到后来跟市场的price 的这个差价 然后到后来我们来赚 那个所谓的profit 那个是传统的意思 我们就是说 生产一个产品出来 然后到后来一定要 卖给消费者之后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赚那个钱 这个是我们称为叫做 传统的这种买卖的 这种vis model是这样子 但是目前有一个 就是新的概念是 它提到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 这个是消费者 真的是要的东西 我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冷气的例子 就是我们实在是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买冷气机 我们买冷气机 主要目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 当我们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这台冷气机 提供给我们 就是舒适 这是凉风 但是我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需求是 凉爽的服务 当我热的时候 我能够让我cool down下来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么care 说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让我cool down 我们要的是只是说 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之后 然后到后来 我的这个需求能够被满足而已 所以倒不是一定要 就是说我一定要去买这个产品 到后来我们目前的一个模式是 我们一定要去买断这个 这个所谓的property rights 这个这个这个拥有权 一定要归我之后 然后到后来我才能够 享受到这个服务 那目前就是我刚就我刚提到 这个所谓的PSS的概念 它主要就是说 好那么 它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做思考 消费者要了只是那个服务而已 所以如果说这个概念 企业它能够接受之后呢 然后到后来它就可以有无限的创意 它可以有无限的做法 它可以不一定一定要去做一个那么大 大笨重的东西 还要去挖洞 然后到后来就把它装上去 它可以用 譬如说它可以用 讲不好听 这是满两块冰块给你 那也是可以 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 所以呢 那么目前 比如说我讲说 Kiley Carrier 它也是做冷气的 它现在有很大很大的市场 它是在 就是它有很很大很大的market是在 它是提供所谓的凉爽 还有呢 就是温暖的服务 或者说是 卖地毯的 它有很大的一块 它做是出面的服务 flooring的service 就是我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 它还 它除了说 它是一个不同的piece model之外的 它另外有个东西是 它maybe它能够溃越一些 所谓的环境的效益 因为它的property right 仍然是在 制造者的手中 所以制造者 它会去设法去生产它的产品 是让它能够耐用 耐久性的产品 然后到后来能够容易维修 然后让它能够维持 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最大化 这是所谓的效益最大化 或者使用效益最大化 所以 那么 这也就是这里面 那么有 它里面提到这个所谓的 redefined market的意思 实际上 很大的一个 的一个是在谈到 就我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 PSS 或者所谓的这个 property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 这个实际的这些 有很多的例子 我大概就没有办法提 我大概主要就是说 这本书里面 它有这样一些的观点 好 另外一本书呢 是我们 它有翻译的中文 刚刚那本基本上没有 这本书它叫做绿色 绿色商机 在它的英文名字之中 它叫做green to go 从绿 然后到后来变成一个金 那么 那么 这个是旧版的这个 印刷是这样 那么新版的 它的封面是这样 它里面有一很重要的观点 那当然它主要是从 环境的角度 它里面提到 好 这是十个可能跟 企业经营有关系的议题 它里面在里面 开动名义 它里面就是 铺两张 它主要就在谈 这个十个议题 怎么样 它有商业的 它一个一个分析给你 气候变迁 它跟我企业经营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如果能够透过这个 这是管理好 这个议题 到后来 我们能获知什么样的商机 好 然后 能源 水资源等等 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 他们说 谈到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我在 这个议题 企业跟生物多样性 我刚刚在 十几年前 我就 就已经 就是 了解到 就是 有这么个议题 叫做企业跟生物多样性 我那个时候 我是完全不能理解 企业跟生物多样性 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 企业 企业跟生物多样性 可能是我那时候 就是说 太过狭暗 因为我 我 那个 合作的 大部分的厂商 通通是跟 电子业有关系了 所以 那么 实际上有太多太多的 企业是跟着 我们 其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是有关系 而这些的资源 实际上是 必须要 比如说是一些 农业的资源 这些 食物等等 所以 生物多样性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前年还是 这两年 世界企业有去发展委员会 WBCSD 也就是 那个黄毕 秘书长 他们的那个 就是母公司 这是母的总会 他们在 推动一个东西 就叫做 这是 生物多样 什么的一个 这是 企业生物多样 价值 来什么东西 就是 Ecosystem Value 他主要在谈的是 就是 企业 非常非常重要 他认为这个可能 可能是下一波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 Corporate 跟这个所谓的 Ecosystem Value 必须要能够 要去留意到 Ecosystem 指的是我们现在 所处的这个环境 它有非常多的 Value 它有非常多的 生态的价值 这些的价值呢 包含了什么东西 可能有 这个 它可能是一些 湿地啊 沼泽啊 等等 这些都有 非常非常重要的 涵养 就是 不管是涵养 不过说 它能够调节 我们的 整个的这个 自然生态体系 所以 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 商业遗憾 其他我想 我大概就不一的谈 所以 这本书主要就是 你们可以去买来看看 那么 它里面主要 就是 那么 要怎么样来做 就是 所以呢 它有 就是 这本书里面 主要谈到 当我们要谈 策略的时候 我们就要谈 三个主要的 就是 有哪一些 可以我们来提升 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所谓的benefit 可以让我们 这是 upside 这个所谓的benefit 另外呢 是我们来 来管理这个所谓的downsize 可能有的一些 这些不好的风险 那么 另外要从一个所谓的value的一个 角度 然后从一个所谓的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这个 这个当然是我们这一行的一些 行画 就是说 你要做所谓的 环境的管家 意思就是说 你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 然后来 那么 每一个环境 我们都要去 去照顾得到 好 所以呢 它里面是大概 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这是 如果说你是upside 就我刚刚提到的 upside potential的部分呢 那么你可以从两个面下 一个是从 这所谓的revenue的creation 这是盈余的创造 那么另外是从 从一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可触摸的 这种 intangible的这种的 的value 有来 来努力 那么 如果说是这个 所谓的downsize 这个to risk 那么就是有 从成本 跟这个risk 所以它有提了 大概八个 八个这个 所谓的strategies 那么 这我大概 也不一的谈 这个你们可以去 看那本书里面 提到的东西 它里面谈到 equo efficiency equo expense reduction 这种成本 然后这个 这个所谓的价值链 等等 equo efficiency 的这个概念 也是世界企业 永绩发展委员会 他们所提出来的 在1992年 那个时候 19 1992年 对 他们那时候 所提出来的 它主要就是谈到 环境跟经济 双赢 叫这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它叫 eco efficiency efficiency 本来就是一个 经济上面的 一个智慧 效率 生态效率 所以就是 同时能够达到 环境跟经济效益的 一种策略 好 那么 这我大概 也不一的 细态了 好 那么 这本书呢 那么它 它做了一件事情 它去比较 它有一个方法 它去挑了 这个 世界上的一些的 这些 这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在 原证交所 在哪里 反正就是 它 它去挑了一些 就是在 应该是在 在美国上次的 一些的公司 它挑了 50家出来 那它的一些的 这个挑选的原则 它就是从 从一些什么呢 它就从一些的 这是 在国外有一种基金 这个 在我们台湾 才刚刚开始 它叫做 社会责任型投资 SRI的概念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 就是社会责任投资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所就是 有一群的 这一些的 金融啊 或者说是 投雇业者 他们的投资标的 不是只是 focus在说 这家企业 它的过去财务 的表现是如何 它还融入到 就是说 这家公司 那么它在 环境面向 跟社会面向 它的表现是如何 那么我刚刚提到一个 很有名的 也就是所谓的 DJSI 高穷永续性直数 它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他们 他们有好几个 就是 他们有从 从一些 这些社会责任型 投资的 一些的 评比里头 然后去找 或者是呢 那么他们还有 就是从 从一些的 有一些 专门是在评 企业永续的 一些的 评比的 一些的组织 然后他们 去把它挑出来 然后呢 还有的是一些的 这些 从他们的报告书 就我刚刚提到的 永续报告书里面 提到他们到底是 做了哪些事情 还有他们去 实义上去 interview 等等 然后带他们 他们找了出来 这五十家 把这五十家 挑了出来之后 然后跟一些 大盘去做比较 这个是他们的 如果说 有这么个指数 是这五十家 所 这个 所集中的 那它的 这个 股价的表现 是这样 然后呢 那么 这个是其他的 这些 不同的 大盘的 指数的情况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跟我们 在谈 谈这个 这个是 DTSI的 DTSI 那 这个是一般性的 这个所谓的 一个是 DTSI I don't know 这应该是两个 是应该是不一样 一个是 一个是DTSI 一个是 道求一般性的 制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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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 可能 有一点 好 这个呢 这张图主要是在 提到说 你现在 你追求环境 跟永续 绩效好的企业 实际上 它在财务方面的表现 也是会 相对的是好 所以我想 这个主要是跟大家谈 这样一个 好 那么在 永续这个部分 我刚刚提到一个东西 刚刚跟因为 这个先进在 在聊的时候呢 那么也有 谈到这个部分 那么 目前在 在谈永续的时候 我刚刚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 如何能够跟 整个大环境的需要 结合 这个是目前 企业永续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也就是 我们企业是 它是 就是 当然是 主要是以获利为主 但是呢 这个企业的赚钱呢 如果说能够 结合得上 跟整个大环境的需要 比如说我们刚刚 一开始的时候 列了好多的 目前 可能是整个世界 它的一些的需要 或者说是 它的一些的挑战 如果说我们能够 跟那些去做结合的话 那么 这个企业就更有意义了 那么 这里面就是 提到就是说 那么 有一个叫做 这是 survival economies 这是 那么 这个叫做 存活经济 这个主要是 我们现在最 最需要 努力的一个地方 那么 目前已经有 企业看到 这块的需要 那么 比如我们讲 讲 讲 讲非洲 拉丽美洲 等等 很多很多的 商机在这里面 好 那么对于这一些的 比较是在这一些 贫穷落后地区的呢 实际上就不太能够 就是不太用 就是不太能够用 我们传统的方法 来 就差不多说 让他们从 从农业时代 然后 然后过渡到 这个工业时代 然后这个资讯时代 网络时代 一路一路这样子 那么的 这是 按部就搬的过来 可能就要 一次就要到位 这也就是 我们举个例子 所以他 他 他那边谈一个 叫做创造性的破坏 谈一个 谈一个主要 就是说 可能我们不能用一些 传统的思维 然后再按部就搬的来 而是要 一步 就要 到位 那我举个例子 几年纪有一本书 他叫做 金字塔底层大商机 断清 我这个书 他呢 他 他主要 举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 就是 金字塔的 的一个 就是 他用一个 后面应该有这个例子 好 好 我们先来谈 这个部分 好 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来谈 就是 谈里面谈到 就是说 这个 目前 这是 是 是 这个 前面一章 这个 最下面是 B2 4B 对 这是什么意思 OK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下面一张 你的 断裂科技的重要 这个断裂 这个 这个翻译 我也觉得 OK好 英文叫做 不知道它的意思 是不是断裂 断裂 英文 英文叫做 Disruptive Disruptive Technology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 这个 可能我们常常 就是 我们现在 你知道 进步有两类的进步 一类我们称为叫做 incremental improvement 这是一点一点的 去改善 比如说我们谈 谈ISO里面谈的一个 最常谈的东西 叫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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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 对不对 continuous improvement 我们透过 PBCA 然后到后来 这个 这个架构 我们一起 一直去做 这个所谓 持 持 改善 这个是持续改善 是我们一直一直不断 但是它 它是安得在一个固定的 framework下面了 它 就是让你去追寻 过去的轨迹 然后到后来 一直不断的去做 改善 这我们称为叫做 持续改善 这个 从某个角度来讲 是它会改进 但是它是 非常非常 一点也低的去 就是 它的进步的服务 基本上是有限的 但是这种所谓的 disruptive improvement 它只能 就是 可能我们就是 以为我们现在 要走这样的一个路 但是我完全 跳脱了 传统的思维 我用一个 全新的一个概念 然后到后来 我来去取代了 我本来 的 那种的 不管是你用的是 比如是model也好 或者说是你用的是 一些科技也好 它主要是 谈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我刚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 在做 这一些在 要帮助这一些 所谓的 就你刚提到 B to fall b的 这个B to fall b的意思就是 就我刚提到 金字塔底层 的 那个 最底层 这是 这个 这个就我刚提到 就是那个 金字塔底层 大商机这本书里面 他把它做了一个分类 他把它提到说 在金字塔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我们去形容说 这个金字塔指的是 这个 这是地球的人类 这是人类 那么如果说按照他的这个所谓的收入来看的话 那么他的金字塔顶层大概是 大概只有大概一亿人左右 他称为到的金字塔顶层 大概他的年收入大概是在一万多美元 一万万多少以上 然后那么中间这一层大概是两千到一万 最下面那一层 他称为叫做B.O.P.的概念 Botten of the pyramid 就是金字塔底层 B.O.P.大概占了4 billion 40亿人口 所以实际上我刚提到说 这一块是现在大家非常focus的一个重点 在于说我们应该要Business to 4 billion 跟着40亿人的做生意 里面有无限的商机 这个是我们过去我们从来不会想到的 总会认为说 开玩笑 这帮人这么穷 我跟他们去做生意怎么会有钱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 我等一下会有一些资料来谈 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商机在里面 好OK 好那么 好我想 谢谢我大概就会很少 这是我等一下 好 好 这边提了的 提了提了提了这个 那我就提 是刚刚提到这个B.O.P.的40亿人 好 我就提这个温世元这个例子好了 温世元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他已经去世了 他在还没有去世以前 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认为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那么 他那个时候呢 那么 我认为他那个时候 有一点点 就是当然他是在做好事了 他那时候他就一直看到说 在大陆有无限的商机 特别是有一些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是没有人想要去的 所以他里面提到说 开发大西部 十年有成 他认为是可以的 是可能的 那么他用的方法是什么 他那个时候呢 他认为说 他所最擅长的是 这个所谓的电脑资讯网络科技 他想要透过网络科技来帮助 这些所谓的大西部 这一些从甘肃啊 什么的 一些青海 那么后来呢 结果他就 有了一个实验的计划 他那个时候呢 结果就在甘肃省的一个地方 叫做黄阳川林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在那个黄阳川呢 结果呢 结果他就 就是那么 就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中学 然后呢 他就训练这些中学的老师 把他们请到 他的天津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公司里头去 教他们电脑 本来他们 没有一部电脑 他们那边 见到没见过电脑 然后呢 结果 结果他 他就透过 教他们电脑 然后帮他们架设网络 然后到后来 让这个地方 因为 网络 被架设起来之后呢 开始有了什么东西 开始有了 e e commerce 这些是 所谓的 电子商务 因为他们 他们就是啊 开始把这个地区的 就是啊 就是他 呃 这个 学校的学生 教他们如何去把 黄阳川这个地方去拍照啊 等等 然后到后来 透过网络 变成一个网站之后呢 然后去介绍 黄阳川 他有哪一些的文物 然后有哪一些的特彩 这一些作物等等 然后呢 到后来就 透过网络 到后来 把他们的产品 迈到其他的各个地区 各个不同的地方去 他那时候就讲说 我 我不要从那个 这所谓的这样的 啊 这个就我刚才提到的 按部就办来 我要一步到位 这个 在那一开始想 怎么可能 后来结果他 他做到了 所以 那么 所以他那个时候 本来说他要 复制这个所谓的 一千个 啊 这样的一个 香啊 所以他的千香万财计划 培养一万这样的 实际上 我后来去 好好地去想啊 我后来去了解 他们他们的一个 运作的模式是这样的 就是 那么他们 帮他们建立了 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呢 实际上他 后来他是 他是会要charge 就是说 你要是当他 每完成一笔 这些 这个 这个所谓的 电子商务的时候 他好像要 charge百分之多少 千分之多少还是多少 反正就是说 他会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到后来 会有一些的benefit 回到他自己的company去 他那时候是在想说 如果我要是 这个计划 做得成的话 到后来复制了 几百上千个 这样的一些 箱镇之后 所有的这一些的 他们所需要的 软硬体的设备 技术 都会去跟他联系 所以到后来 他会回过头来 他会因为他 benefit的 这一些的 最穷困的 这些地区的需要 然后到后来 也让他自己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 如何能够 让你的这个企业 既能够去 跟大环境的 要求跟挑战 符合 这是最棒的事情 这是让你自己的企业 到后来 又能够 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然后到后来 又不是说 我纯粹去做慈善 实际上 那么 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好我想 这我们等一下 可能就还有其他的例子 好 那么 企业社会责任 我想 这我们刚刚 这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是 这个Michael 浩德讲的 他用他的竞争性的理论 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我大概就 就 就 就不再洗谈 所以 他主要就是 要把它区分 然后呢 到后来 那么他 他用的 最喜欢用的 inside out outside in 的这种 anapsis 所以这后来 来去把它 找出来 所以他 重点在于 我们要focus 在这一块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了 温世仁的那个 的那个概念 就是一个 是Tetric CSR的概念 我 我 选我投入了 我的 这个 资源是有限的 我不是一个无底洞 但我要投入到 我最有效益的地方去 这个 这个投入的效益 是 是双方面的效益 大环境也能够benefit 然后到后来 我自己也能够 因为我所投入 到后来 能够收益 而不是只有 光是慈善 一分是慈善 他也 他也讲说 公益的慈善 不是慈善 行销 这是 他有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词 就是 公益的行销 实际上 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行销 不是为了公益 他 在他那里 另外一边 Paper里面 他也提到 这个概念 好 这个 这个就我刚提到了 金字塔底层 这本书 里面提到了 很多很多例子 The fortune at bottom of the pyramid 这里面 他里面主要就是 主要是focus在这块 这个叫做金字塔底层 所以他叫 B2 B的概念 那 实际上无度有偶 所以 这个 比尔盖茨 在2008年的 这个世界经济论台 人家邀他去演讲 他的主题叫做 Created Capitals 这篇文章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 张罗的道理 实际上 他在谈的东西 就在谈 很类似 非常非常类似的概念 跟金字塔底层 大商机 很类似的概念 他就在讲说 资本主义 好不好 他认为是不错 只是有缺陷 那么我们现在要用 有创意的资本主义 那这个所谓的 有创意资本主义 就我刚才提到了 你如何能够去 把过去资本主义的 最大的缺点 在于贫富不均的 这个部分 透过一个方法 然后到后来 能够去 来扭评这个 所谓的贫富不均的事情 那么 那么 他里面主要 就是在谈到 实际上这里面 是有很大很大的 这种 获利的固域 所以 BOP指的是什么概念 这我也 那当然 他有一个 official的定义 但是实际上 这个定义呢 实际上 他按照不同的国家 他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BOP 他只不过是 谈一个族群 他是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呢 他最大的情形 他在于说 这个族群是 他没有办法 他的accessibility 这是 lack of access 对于这些 他所需要的东西 他缺乏access 那这些 可能不完全 只有在 贫穷落后的国家 才有的情况 那么 实际上可能在 每一个国家里面 可能都有 这种的族群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 讲台湾 台湾有没有BOP 当然有 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 access到他们 基本的需求 那 那么 那 当然这还有一个 名词叫做贫穷城 这是 这所谓的 property penalty 就是他少要 这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当然他少要 取得一个 譬如说 资讯产品 他可能要花 更高更高的钱 比我们家 还更多的钱 他才能够取 这个叫做 对他们也是一种 penalty 好 那么 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出来 这个真的是 这也是 比尔盖茨提到的 就是 我们因为 这是认知 就是我们 总认为说 这我们不肯 不肯 所以到后来 上市了非常多的机会 但实际上 非常非常多的 商机在里头 好 那我想这 我们大概 就不用 跟大家看 另外一个词 目前可能用的 还更多 叫做inclusive business 那么这个 主要就是在谈说 在过去 我们是把这些 所谓的 金字塔 以承认的 excuse在外面的 就是我们总认为说 他们 他们没有资格 来 来join我们的这种 这种 我们富人俱乐部里面 所玩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现在 了解到 那是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要把它 inclusive进来 inclusive business 好 所以呢 那么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 就是 他这边提到 是五兆美元 我认为是 这是远远的低估了 我认为应该 不止五兆美元 那当然 当然 这本 这本报告里面 它是涵盖了 不同的地区 然后那么 大概他一个 地区可能有的需求 大概 那么主要是在 food 这部分 能够 能够 注意 跟着 那么 这个是 大概可能有 商机是这样 看我们有没有办法 透过所谓的 南海策略 然后 就把他 这个 把这个商机 把它抓出来 那这也就是在 另外一本书 这本书 有中文 它叫做 一个理想 十个创新 社会企业 是我们好生意 它里面列出来 actually 可能有 十个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上级 那么 税充 人口 财富 营养 等等 每一个这些的议题 实际上 都可能会有一些的 这些所谓的 opportunity 在里头 这个 这个是我们谈所谓的 人口 高脚杯理论 这个 这个 这个当然是一个 其端的 这个平复不均的情况 好 那么 那当然 这是 这个 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谈 谈所谓的 这个 违行贷款 违行贷款 基本上就是一种 所谓的 BOP的做法 BOP的策略 那么 因此呢 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说 就是这个 用所断裂的科技 或者说是 你用所谓的 创新 不管你用 怎么样的词汇 它一定是一个 不同于 以往的一种的 企业的策略 所以呢 那么 所以你 你需要 innovation 然后呢 那么 有很多很多的 需要 creativity 创意 在里头 才能够 这么多的需要 好 这我刚刚 大概就 再看 所以你们可以 进到这个 网页 它就叫做 yellowship yellowship.com 然后 然后 它就会 介绍它的业 这本书 就是 这本书 它有一片的光碟 就是在介绍 这个 它所开办的 这个 千象万彩的情况 好 那么 这个呢 实际上 也已经成为 非常非常多 大公司的策略了 币业机 那么在印度呢 基本上是 联华优利 什么 优利联华 还是联华优利 优利 unilevel 就是 那么 在印度是 是 是 好 那个是 就是 联华优利 联合利华 OK 联合利华 在 在印度 做了 很长 很 很长的 时间 都在做 这 这方面的 事情 那么 PNG 在 在 在 China 它有 很大 很大的 发展 这个是 去年 去年的 时代 杂志 封面 他们 就在 专辑 就在 报道 他们 主要是 focus 在 中国大陆 two dollars 可以 这种 出去 那 当然 在 在 BOP 理论 里面 那么 目前 大部分 的人 都是 在 就是说 大部分 的 企业 就是 透过 他们的 产品 如何能够 重新的 生产 能够符合 他们的需求 的这种产品 然后呢 到来 是他们能够 买得起 然后 一样是 透过 产品 的这种 贩售 然后 只不过是 设计跟 生产 他们 这一些 BOP 族群 能够买得起 的方式 来 来 获利 那么 实际上呢 那么应该有 很多的机会 是在 服务的 提供 好 我想 这个部分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 我有一个学生 他 他从 甘比亚来 甘比亚 这学生 非常非常 穷的一个国家 大概 全世界 倒数 不知道多少 是 穷 穷的国家 那我们 那个时候 就是 了解到说 台湾 台湾 那么 太阳能做的 挺不错的 好的 我们就是说 那么 甘比亚 缺电 缺的一塌 不多 他们 他们那种 就是 电是有一搭 没一搭的 就是 今天可能 来了几个 几个钟头 然后到后来 一下子断掉了 对 那么 我们就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 我们跟台湾的企业 谈谈看 就是 就是 那么 台湾 到后来 能够 就是 PV 到后来 系统化 然后到后来 能够 到那边去 然后我们主要 就是 我们不 并入到 他们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联网系统 然后就是 独立的 可能是 加户型 比如说 一个加户 一个加户 然后到后来 他们 大概 他只需要 大概 一K就够了 一K瓦就够了 这是 一个千瓦 大概就 就已经够 他们用 然后呢 那么 那么我们用一个 方式 譬如说 用一个 好像说是 租润 或者说是 用那种 分级付款方式 然后到后来 然后反正就是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 反正到后来 能够提供 他们那边 然后到后来 create一个新的market 就 我们去找了 好几家的 但基本上都 没有什么兴趣 或者说 他们觉得 那个东西 好像挺遥远 从来没有想过 我觉得这个 可能就是说 可能我们也要 有一点 不一样的思维 就是说 这里头 他们有 太大的需要 各方面的需要 就我刚才提到 他们是 lake of access 对于所有的 这些东西 通通是缺乏的 那么我们 怎么样能够尝试 用我们的技术 然后到后来 能够跟他们 能够有一个联系 到后来 实际上 就能够帮他们 然后到后来 又能够使我们 能够获利 我想这个 大家都很熟 他们有没有 行的需要 当然有行的需要 他们比我们 大的多了 印度 他们需要车子 当然也需要 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子 你可能卖给他们 然后五六十万台币 可能吧 所以一定要 做出来 他们能够 这个买得起 所以 做了一个九万块钱 如果做了出来之后 不止印度需要 全世界都需要 因为我刚才提到 全世界都有BOP 对不对 美国也抢了药 台湾也是 那个东元说 要引进到后来 到目前都还没有 都还没进来 这是 好 所以我想 这个是BOP市场 所 create出来的 the market 好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Michael Porter 他最新的一篇文章 他提到 到底一零零零零 他提到 share value 企业 用一个所谓 共享的价值 这个观点 也不要想 好 这是 十世代的 干嘛 OK 我们create一个 需要共享的价值 Policies and operating practices that enhanc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community in which it operates create focus on identifying and expanding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times and economic practices 所以他 就我刚才提到的 他主要是因应大环境的需要 大环境跟环境跟社会的需要 然后到后来我能够去match 然后呢 到后来从里头去create 这种价值出来 这个是企业 很重要的一个 应该下一步要走 如何去 去connect between competitiveness 跟这个所谓的social 社会议题 如何跟竞争力能够结合 它的主要就是 这个图 这些实际上都可以来跟 企业的生产力 竞争力 划伤 可以来强化它 那当然 这里有很多很多人说 这我刚刚提到 行销3.0 我们有中文版 这几本都还没有 还没有 所以这个叫 creating shared value 传统是叫CSR 我们现在是CSP 这当然这个是麦克莫德 他讲的 他认为这个是我们 要么当然是一个责任 责任太沉重了 那么就是 就当然是一个好事 然后呢 这个好事 既能够帮助大环境 又能够实际变化 何乐而不 好 我想就是最后再谈一些 有关于一些的 我大概就 就一两个例子 一个是 一个是 这个 这个应该是 三星电子 三星应该是我们的 这个死对头 我也实在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好感 实在是这个 他们实在是厉害 他们 他们真的是厉害 前一日去韩国 就是 他们很有企图性 他们企图性 真是大 我们真的是我们 台湾称呼气候 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 我在公益院 我那个时候 在那公益院 那个时候呢 我这个时候就开始做一个 就是 那个时候才买新的课题 叫做清洁生产 那个时候 台湾成立一个叫做清洁生产中心 那个 号称是所谓的国家级的 那个 这个 中华民国清洁生产中心 然后那个 那个主要的就是 设在 设在公益院 是一个 那个 化工所副所长在那边 接里头的主任 那我们最大的一个任务是 做 国际焦虑 就是因为 那个时候清洁生产 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议题 然后 很多的会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 都会谈到这么一个主题 特别是那个时候APEC APEC里面就还有一个 清洁生产的一个 这是 IST的这个 这是工业 科技的一个工作分组 里头就还有一个 Task Force 一个 一个这个所谓的 任务编组织在谈清洁生产 怎么样来 促进亚太地区的 这个清洁生产的 发展 然后呢 他们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跟很多的国家 基本上就会 那个时候 韩国那个时候就还没有 清洁生产中心 他们 他们觉得台湾的模式还蛮好 所以他们 他们想要在他们的 韩国的这个 很类似的公益院的一个单位 设立一个清洁生产中心 所以我们跟他有 很多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年他们有人来 就是 就是来 然后 是一个博士 然后 就跟他聊 就是请他们 请他们吃饭 然后跟他聊 然后到来 就他就说 他也是从美国回来的 就聊得很 热络 然后到来就在谈 然后 就他就问我说 你 你赚多少钱 问我 问我赚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 其实公益院基本上 并没有很 就是 其实那个配 并没有很高了 我大概就跟我讲 我那个时候赚了 大概是赚多少钱 结果呢 他那个时候讲说 他们那个时候 还没有我高 就是 大概还差蛮多的 我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 6万块钱而已 我那个时候 刚回来 他那个时候说 他还没有我高 后来结果呢 乘几何时 他们 他们现在已经 就是年平均的收入 然后GDP都已经超过 对不对 所以我想 那么 他们很 有很大的企图性 我认为他们 特别是 三星电子是一家 非常非常有企图性的 我正好 把其中的业务 把它弹掉 它里面 它里面提到 就是说 他们目前是在 全世界有 就是 第几名这样 他们要在哪一年 他们要 在全世界 要是 第几名 那个 真的是他们都要 希望能够成为 各行各业 每一个领域里面的 头头 三星电子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集团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集团 因为有半导体 加点 大堆 它每一样都想要成为 头头 好 所以他们呢 在他们的报告书里面 他们就在谈 他们要如何来做 这个所谓的 永屈性的管理 那么 他们啊 当然啊 这个 这里面就是 它有 大概是几个 几个面向的管理 这是 一 管理啊 然后 诚信 绿色管 社会的 贡献 然后 所以 它有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 系统脉络的 这样的一个 按部就班 一个脉络的系统 所以它主要是 只跟在 creation innovation 和chain 这里头来 那 它里面啊 它充分利用 这个所谓的 社群网站 社群网站的 那么 他们 就是啊 这也是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现在企业 非常非常多的企业 它透过社群网站 跟它的利害关系的 互动 沟通 什么利害关系的 它有什么样的需求 它有什么样子的 就是 不管是抱怨 或什么东西啊 都是 透过这个网站 这是 某一个社群的网站 然后到后来 来做 那么 企业呢 也就非常的 留意 所以他们 这个社群网站 他们里面 所得到的一些 相关的资讯 有一些的 意见等等 他们也可以 透过这个社群网站 去问他们的 利害关系 好 所以呢 他们 所以 就我刚提到 他们会发这个 所谓的questionnaire 给他们的stateholders 好 那么 另外一个就是 就我刚提到了 他们做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我刚提到 他们identify 他们的所谓的 重大利害关系 重大议题 利害关系人 concent的议题 是哪一些 因为他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prue 所以呢 他们 第一个 他们有 他们有一个叫做 issue pool 议题的一个 这里面有 877个议题 然后呢 所以他们是 怎么来的 391个 韩文跟全球的 这个媒体的报告 八家公司的报告 就是他们同行之间的 还有96个pussion 这是给这个 外部利害关系人 然后到后来 另外他有一些 他们公司自己的 kpi 把这些东西 到后来 有877个议题 哇 这个要怎么办 就是这么多道理 我要怎么去identify 所以他有一个过程 先是877个pussion 之后 然后到后来 他做所谓 materialty analysis 当然这个 这有他的方法在 他利用跟我的 这个企业的核心的 价值之间的关系 跟他的影响力 所以他是一个 双轴的一个 一般来讲 基本上是用这种 所谓的取证来做 所以 identify出来 263 然后呢 最后再 确认程序器 所以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流程 identify 然后到后来 就是 做出来 这主要六大面向 17个焦点 我主要是在谈 他的 这个 就是在谈 如何来 看待他 这些什么 有须的体观 那么 所以 比如说他在谈 climate change的 这个strategy的时候 他顶标 然后他有 而且的策略的做法 然后呢 他 他有一个就是 很重要就是 我们现在在 在做这一些 永续议题的管理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 要定目标 定目标叫追踪 然后呢 追踪 另外一个很重要 是到后来揭露 揭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所以他有些 所以他就定目标 然后呢 在能源这个议题 我不晓得 这个 王秘书长 已经给你们提到了 就是 在 温度气体的这块 我们现在 当我们 可能都有在做 做盘查 在做14064 然后组织性盘查 有一个东西 可能我们要特别留意 我们在做盘查 我们现在大部分 focus在 scope1跟2 范畴1跟2 直接排放 跟 scope2 它已经是间接排放 但是间接排放 主要是从电力 我们现在大概 主要是做这两个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是 要看你的scope3 scope3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当然是一个间接排放 但scope3是 只要跟我的 这家公司有关系的 跟我的产品 跟我的服务 到后来 可能会有关系的 所有的这些 可能产生的 不是 我基本上都要把它算进来 包含什么东西 包含你的供应商 包含你的员工的通勤 包含你的 这个 这个 这些 出差 然后 旅游的 这些 这些 出差啊等等 这些你都要把它算进来 难就难在 在于 你的供应商 你要算 当然这个 我们现在 如果说你们有参加 那个 那个 cdp的 那个 这是那个 supply chain的那部分 可能就没有问题 但是 那这个部分 我认为 它的重要性 会越来越大 到后来 会越来越多的 单位啊 或者说 会要求 要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是半筹 是在 好 所以呢 他们基本上 他们 做的最棒 我认为 就是量化的 他们每一个 资料基本上 都能量化 然后 然后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有一个就是 他这个是 做这个所谓的集团 整个集团 我们现在有一个 问题是我们台湾的企业 不晓得是不是 不太容易掌握 或者说 没有去掌握 我们其他地区的资料 或者说 没有让他们去 提供给你们资料 所以我们到后来 在做揭露的时候 我们只有揭露 比如说台湾地区的 别想这个是不够的 这个绝对是不够的 就是我们不能就是说 这是我 我一个台积电 到后来 我只包括 我的台湾的部分 这个是 就是 他一定是 你的整个的集团 你的势力范围 你是涵盖 你在 你在你的财务 这是好比说 它有一种 财务 主权的这个 你能够掌控的这个 这个范围之内 跟你财务报表的范畴一样 就是要去做揭露 所以那么 因此你的子宫是什么东西 通通要进来 就好 像他这边 在各个地区 好 好 所以那么 他有 他有很多 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 所以有 有社长的地方 例行在地化 我想 这也可能是我们 需要去 那当然 你可以讲说 我们跟他们 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我们大部分的企业 通通是 代工 这里有一个困难 因为 代工 我们要怎么样 去做社会责任 或什么东西 但好像觉得 好像 差了点什么 但是不是不能做 他们呢 他们就是努力 每一个地方 他们要去 localize 在这个 全球有设厂的 一个地方 那他们 这个也做得不错 还有一个 这我不晓得 这好像 我曾经在一家 公司里面 提到这个部分 后来就 他们 他们讲 你如果可能的话 最好不要放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 台湾 台湾的 台湾的企业 就大部分 好像不能 有自己的手机 还是 一些高科技厂 特别是 高科技的 这个 这个部份 你要认 怕你会拍照 干嘛的 那他们 他们还鼓励人用 鼓励你使用 智慧型手机 然后到后来 他主要就是为了 能够 在你的工作上面 能够做得更好 好 那么另外一家公司 这是 G1 我很喜欢 他们的报告書 我在很多场合 都会 介绍他们的 他们的报告書 当然这我们 就不用谈 他们的高层的一个 commitment 然后呢 这个就我 就我讲的了 他们结合 他们的核心能力 跟勇续发展的愿景 相互之间的结合 也就是说 这个是 他们先去identify 或者说 他们从一些的资料里面 提到说 勇续发展 可能有哪一些的 这个困难 或者说挑战 比如说 能力源跟 这个气候变天 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呢 金融 泡沫化的问题 还有呢 这些都市化 然后到后来 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呢 这些什么东西 资源的匮乏 然后 这是corruption 问题 贪腐啊 水资源的匮乏 然后 这些人民技能 这些问题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 带来一些疾病 一些不平衡 就是实际上有很多地区 是uneven的这个 经济发展 所以 他把这些当成什么 当然是他的 哇 己任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这样讲 然后呢 他透过一个什么 透过基 那个是刚刚我们看到 那一些是大环境的挑战 透过这个基 他如何能够contribute value 这个value 刚刚提到的 是共享的价值 对不对 大环境的value 跟我自己的value 结合在一起 他create了哪一些value 所以我刚刚就是说 他的这一些线 这我们大家可以 可以讲 他透过他之后 create出来的value 那当然你可以讲说 哇 基础实在是够大的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各种的事业 他有医疗事业 他有多了 这种各种的事业 他有 他有什么 喷色 以及这么大的 好 我要 他 anyway 我主要就是请说 这么看看我们 公司的 这个 之于我们现在 有一些大环境的 不管台湾 或者说是 永续 大环境的影响 会有哪些 是我们能够 然后当好 变化 所以他每一个 通通是一个计划 那么最有名的 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 他们搞了一个叫做Ecomagination 的一个 的一个project 叫做生态创想 或者说是环境创想 在这个计划里头呢 他就是他们的产品 到后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幅的一个转变 就是到后来就是以环境创新为主 然后呢 到后来他的这一些所谓的环保创新产品 这是目前大概就是 这样的分量基本上还不太多 百分之十二 那么 所以他大概有180亿 他们要提年要来扩张这个 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 这是Ecomagination 这些所谓Eco Products 那么他刚提到他的医疗是很有 所以他们在200年 他用Ecomagination之后呢 到后来他有一个叫做Health Healthy Imagination 他主要就是 contribute到一些 第三世界的医疗 所以一百多项的创新技术 医疗造 这个是我最最喜欢的一个 他呢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负责任企业的一个表现 他这个呢 他主要就是 在他的 在他那个报告书里面 他那个报告书 也不过才四五十页 但有将近十页的篇幅 他在谈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是在谈 谈什么东西呢 他在谈 他在2010年的报告书里面 他的committment是什么 他committ的哪一些事情 他承诺要做哪一些事情 然后到了 这是在经过了这一年 他们做了哪一些事情 他们来年 他们要再做什么事情 一个一个去解释 他们做到没有 他们并没有推诿 或者说他们 他们没有没有做到 或者什么东西 他们他们也一无一死的结果 就是 说他们这边 他们希望 他们本来承诺要减百分之二 但后来他们只有减百分之一 他们也把他一无一死的写了下 然后呢 就是 这个 这个就我讲的一个叫做 英文叫做 walking the talk 对不对 言行合一 他 他怎么讲 然后他就是要 让人家知道说 我负责任 然后我来 告诉你们说 我到底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看 这个是 如果说你们有参加 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我们 过去这 这四五年半的那个 有序报告书 讲的话 我们今年可能会 会再 加一点点元素进去 也可能 我们会把一些 譬如说这种量化的 就是 就是你承诺 承诺 然后那么 你过去承诺 然后你到后来实际做了 多少 就我们不完全只有 看你的那个 这个 那个揭露而已 你要来 做一点点的 这个 偏重 就是来 来 做一点点 修正 好 所以呢 那么 他可以 这个 值得学习的 这个 我大概就 在谈 好 我想 这个是 我想 我提供给你们的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 你们可以download到 那么 我用很好的一份资料 这个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组织 他叫做CRES 这个组织 那么 他也就是GRI 就是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的那个 就是全球永续情报告组织的 那个 他的一个 母单位 就是 那个GRI是从他里面 分出来 那么 他 那么在 在前年 他出了一份报告 他出了就是在讲 21世纪的 应该要是什么样子 那么 把这个 他里面主要的 这种资料 做的一些重点的摘要 那里面大概就是 主要讲四个东西 一个是在讲 永续的智力 这个公司跟永续发展 到底他们这个 这个 最高层 他们是怎么看待 怎么想 这么一件事情 好 这个是有关于 Glover 然后呢 那么 第二个是谈 有关于stayholder engagement 就让你知道了 你跟厉害关系之间 到底是如何 那么 第三个是谈 disclosure 揭露 你做了这一些事情 那你到底是如何 去跟你的厉害关系人 去 让他们知道 第四个就是 谈说 performance 供应链的 还有这个 运输物流 这个 所以 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说你们要看更 detail一点 那么 它里面有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东西是 它里面也有一些的 特别是在 机校里面 它有一些量化的 量化的东西 本来想要 是不是我们也在 今年的那个 报告书奖里面 我们也能够 加入一些量化 我想这个 慢慢来 这个实际 绩效的 这个部分 另外我再来说 好 我想这个是 这个一点点的 我想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么 企业 企业要体验 他们自己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 的一个族群 所以那么 永续的这个部分 那么 他们应该要 多费一些力 那么 实际上 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说 这个什么共享的价值 这个概念的话 实际上 也不用那么痛苦 然后觉得说 哇 好像 怎么那么衰 好像要我来做 但是实际上 确实是他们 这两个是可以 并行不备的 你既能够 让大环境的永续 能够得到 帮助 然后另外 也能够让你自己 也能够获利 然后呢 可能 环境这个议题呢 那么 不是不重要 那么可能我们要 看待是更广泛一点 叫做永续的竞争优势 好 那么 当然 这个是有一本书 叫做 谈到 环境 谈出 绿色 轩衣 那我们现在 谈永续 我们现在谈蓝色 轩衣 懂不着这个 绿跟蓝到底 就是这意思 Anyway 反正他就是在 谈这个 当然 主要是从我们 环境面上 就是 事业 变广 能够 从一个 更宏观的 一个 事业来看 好 那么 我们刚刚一开始 谈到 所谓的 triple bottom line 那么 这个作者 他提到 actually 我们应该要 再加入一个叫做 文化的一个印字 把它变成叫做 tual 这个 事从盈余 这个 事从盈余 然后那么 也就是我们不完全 只有从环境距离变差 还有要保持一个 这个所谓的文化的多样性 这也 每比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想 这也提供给大家 参考 当我们在一个 地区去 经营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 呃 在做跨国 这种经营的时候 也要去 去维护 该国的这个 文化 好 我想这个是 大概是我今天 大概跟大家做的一个 的一个报告 我想我想 是 拉拉扎扎 好 我想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的 这个 呃 呃 对一点的建议 跟一点这个 看法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意 就是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可以 有些讨论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观看